在明朝时期 有这样一位被称为在世诸葛的任务 这个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们所熟知的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 他除了是朱元璋的谋士身份之外 还有一个别样的形象 那就是相识 他能够未卜先知 欲知未来 这样的能力着实让人惊讶 据说很多次战役 他都是凭借这一能力帮助朱元璋脱离险境 而关于他还流传着很多的预言 就比如在民间 人们相传刘伯温曾预测虎年 贫者一万留一千 负者一万留二三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又是否值得我们去相信呢 对于这句话 相信很多小伙伴在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肯定是懵懂的状态 不知道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说在虎年的时候 生活贫穷的人 一万人中只能存活一千人 而那些富贵人家 一万人也就能存活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 很明显 这句话是对于某一年人口的预测 以及当年人类命运的预言 那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说法呢 结合古人的观点和解释来看 老虎在十二生肖中是非常强大的一种生物 而在风水学中 老虎又是一种主杀戮 主凶煞的代表 所以只要赶上虎年 就是多灾多难之年 要么就是发生大规模的战争 要么就是一些重大的自然灾害 无论是哪一方面的原因 都会给百姓直接或间接地带来一些损失 轻则散尽家财 重则家破人亡 这种灾难是面向所有人类的 无论贫穷贵 都难逃这种命运的主宰 在这样一个大灾之年 自然规律会出现一些混乱 甚至阴阳颠倒的情况 日月的转换不平衡 很多灾难频繁发生 这种自然界的力量 不是我们人为可以干预和影响的 所以也就会造成无差别的对待 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 都无可避免会面临一些灾难的影响 当然 富人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好的 也有着深厚的家财抵御 他们可以凭借着手中的财富 维持现在的生活 抵御一些突如其来的灾害发生 所以他们存活率自然要比穷人高出一倍 甚至两倍还多 看到这样的解释和答案 可能很多人并不愿意去相信 毕竟这样的说法实在太过封建迷信 根本没有任何的科学道理而言 而且今年就是虎年 也没有什么重大的自然灾害 所以难免有很多人会对这样的说法 产生一定的猜测 即便认为这是一种悖论 也无可厚非 不过我们要结合人物所处的 时代背景去看待 同时也要结合实际 去探讨这句话背后所蕴含的一些道理 首先就是 刘伯温生活在古代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 大多数的人都是生活比较困苦的 而且在明朝建立之初 天下并不太平 在国家内部有着大大小小众多的反叛势力 这些势力随时都会对明朝造成巨大的威胁 除此之外 因为古代科学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 没有先进的生产工具 也没有高新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百姓就只能靠天吃饭 一年到头能不能有个好收成 完全就是看老天爷赏不赏脸 如果一年风调雨顺的话 那还算好 农民能勉强填饱肚子 可若是出现一些变故 尤其是气候发生一定的变化 那势必会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影响 很多靠天吃饭的老百姓 可能连自己的温饱都无法解决 有的更是因为水汗灾害颗粒无收 那些富甲一方的富豪 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 也会因为灾害的原因导致生意中断 只能靠曾经积攒的财富过日 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会出现饿死街头的人们 生活贫苦的人 必然会因此吃不上饭 而面临死亡的结局 之所以会说虎年出现这种情况 或许是因为一直流传着 与此相关的说法 也或许是在虎年的时候 恰巧经常发生类似的情况 久而久之 人们也就认为虎年是大灾之年 在经过刘伯温这样一总结 民间也就流传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 虽然说这句传言并没有什么科学道理 但是也不由得让我们深思 因为即便是现在 也无可避免会发生一些战争 也有一些因为人的因素 导致自然的灾害 或者是环境污染 等一系列的相关问题 出现这些恶劣的情况 最后的承担者 依旧是我们人类 这就需要我们自主地去维护和平 更要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 着手治理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这才能最大程度上 避免一些自然灾害的出现 关于刘伯温 是有着很多经典 而又让人充满疑惑的故事的 好处他身为朱元璋军师的身份 我们来看看他作为相事 又是如何出名的 刘伯温能够被称为再世诸葛 就是因为他能够像诸葛亮那样 预测未来发生的事情 更能推测个人乃至国家的命运 据说刘伯温在曾经 也是想报效国家 为人民做贡献的有志之事 奈何当时还是元朝统治时期 元朝内部的官僚体系严重的腐败 对于这一点 刘伯温也是深知这样的国家 无可救药 自己即便当了再大的官 也难以挽救元朝 走向灭亡的命运 所以在后来选择辞官回乡 过上了归隐的生活 等到后来朱元璋 举兵起义的时候 他慕名前来 希望能够得到刘伯温的帮助 在刘伯温看到朱元璋的长相之后 就断定此人绝非普通人 将来必定是将相王侯之人 所以也有人传 刘伯温之所以会帮助朱元璋打天下 就是因为他早在之前 看出了朱元璋是能够成为皇帝之人 还有就是在明朝建立之后 朱元璋也知道 刘伯温有着预测未来的能力 于是便有一次 朱元璋就问他 明朝能够延续多久 刘伯温对于这样一个敏感的话题 自然是不敢马虎 他回答说 我皇万子万孙何须问财 不得不说 刘伯温这样的回答 是非常机智而巧妙的 但是在他的话中 也是包含了答案 因为明朝最后一个皇帝 崇祯吊死在眉山 大明灭亡 崇祯皇帝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孙子 与之类似的故事还是有很多的 而且民间还流传着 据说是刘伯温所编著的名叫 《烧饼歌》的预言书 其中书中预言了很多后来发生的事情 这一点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不管刘伯温究竟是怎样一个传奇人物 我们当下还是应该注重现实生活的发展 正确地去看待一些自然灾害 以及生活中发生的变故 同时也要尽最大的可能 发挥我们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保持良好的心态 这样才能够应对生活中的困难 也能够很好地去处理 我们当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